从川普的美国制造到拜登签下一纸晶片法案 美国积极想要重返往日制造大国的荣耀 尤其期待高科技产业 包括人人手中的智慧手机能重新在美国本土生产 2017年川普对鸿海招手画面似乎还记忆犹新 但执行过程却困难重重 川普口中鸿海在威斯康辛的世界地 第八大奇迹现在大幅缩水 增加的工作职位从1.3万减少到不到1500个 投资额也降低到6.72亿美元 手机制造要从Made in China换成Made in USA 比想象中还要困难 目前全世界只有一款手机符合美国制造 要价高达2000美元超过6万台币 同样一间公司推出的Made in China版本手机 则是便宜整整700美元 价差超过台币2万元 明显突现出市场竞争上的差异性 先前负责鸿海威斯康辛 设厂计划的杨兆伦 就点出美国制造最大的问题 Not only you will need to rebuild the human infrastructure you also need the components to be made nearby somewhere in the ecosystem needs to be there We have not been manufacturing phones for years and so the supply chain doesn't exist here in the US they are in Asia, in China, in Vietnam, in other countries so to rebuild those things will take time and take a cost, very expensive 除此之外 专家认为鸿海当初定的目标太大 也增加实现的困难度 加上之后的政权转换 政策改变 更增添鸿海在美国生产的困难度 除此之外,杨兆伦也强调疫情之后市场的改变 尤其让鸿海始料危急 在美国生产的布局也被迫重新转换 洪海在美国的生产承诺 明显出现变化 但并不代表中国大陆制造仍然是唯一的选择 专家表示如果比起价格 消费者更重视手机网路安全等议题 确实有望吸引外资企业的长期投资 只是按照目前美国市场的竞争 企业恐怕比较愿意把目标 放在其他更有潜力的高科技产业上 想重新打造美国本土的手机王国 还需要更多的天使地利人和 体育业新闻综合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